你看小月儿在干嘛 妈妈叫她做计算题 她在玩手机 哦不是手机 这是修正带 这是修正带 这又不是手机 有什么好玩的 我在打游戏 你在干嘛 你在行文艺术吗 你在想象吗 好了 今天我们这期视频就来讲讲 我们小月儿到底有多少修正带 多少奇奇怪怪的修正带 像这个小的小手机呢 是其中之一 还有一些也蛮奇怪的 然后我们现在就 把它所有的买过的修正带 有很多是扔掉了 就目前在家里能找到的 一起找找看到底有多少个 好不好 这里个还全新的 没用过 这是电话图表好不好 看一下啊 目前我们找到的小月儿所有的修正带 这是它的家道 怎么样 是不是挺多的 其实 什么牌子都有啊 其中有几个奇奇怪怪的呢 特别是像这个手机的 还有这个洗发水的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去买 超级难用 尤其这个 这么大一个怎么拿呀 对手感也很差 然后滑出来的话也是断断续续的啊 然后这个呢唧唧尖尖声音超响的 反正估计也有好用不到哪里去 然后我们说一下最好用的是哪一款 蜻蜓的 蜻蜓的 这三块 你能买特别多 蜻蜓的两个规格啊 一个大的 然后两个小的 因为太好用了 所以我们后来就一直买它的这个什么 气心 对 大大小小气心 但这个蜻蜓 唯一的缺点就一个字 贵 然后接下来好用的是这个 PLUS的 这个也是性价比蛮高的 但是比起蜻蜓呢 稍微还差了那么一点点啊 蜻蜓这个静音又瘦 其他的话嘛 像成光的 这也是成光的吗 是的 其实我觉得成光的形状也有点奇奇怪怪的 像这个蜗牛啊 这个不好说了没有用过 然后这几个也是成光的 嗯 感觉还可以啊 一般性 比不上这个 嗯 嗯 这样看来好像 我在你修正带这个文具上面花了好多钱呀 没有啦 怎么没有 你看啊这么大一摊 比如说这个 嗯 这个 嗯 都是 这个是班队客送的 这个是文文送给我的 因为它家里有好多 然后这个人是我曾经多送给我的 哦 还有人送你的 那你有没有送别人呢 那肯定的呀 反正我跟你说 到了初中都不能用了 啊 珍惜你六年级啊 最后这一年 咱也以后不买了 要戒掉 要戒掉 大家觉得小月的修正带多不多呀 如果说多的话 请在屏幕上抠一 觉得不多 抠二 对吧 伤修正带 foram Henri